今年美债的投资风潮非常的兴盛 也有许多投资人喜欢投资 美国企业债券ETF 你可能会面临的五大投资风险 它有时候可能会增加你的收益 但是也有可能会抵消你的投资获利哦 我觉得有一个风险是我们可以去控制的 如果你忽略的话呢 甚至可能会让你少赚 Hello大家好 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珍惜分享架子的Kevin 这前片要跟你分享的是 投资美国企业债券ETF 你可能会面临的五大投资风险 那近年啊 美国的央行啊持续的升息 在我拍片的当下 2023年的4月5号 美国一年期的公债值率 已经来到了4.5% 那在年初的时候啊 一度来到了5.1% 虽然现在只剩下4.5% 但是这个报酬率还是非常的不错 这导致今年美债的投资风潮非常的兴盛 那除了投资美国公债之外 也有许多投资人喜欢投资美国企业债券ETF 希望借由多承担一点市场的风险 来换取更高的投资回报 但有多少人知道投资美国企业债券ETF 其中有哪些风险呢 在这期影片当中我都会举实证 然后跟你逐一的分析 那其中一个风险如果你忽略的话 甚至可能会让你少赚40万哦 那我们马上开始 好那我们先了解什么是企业债券 那企业债券就是公司为了筹集资金 而发行的一种债务的工具 那购买企业债券的投资人 相当于就是借钱给这家公司 那公司就需要按照约定的利息 和偿还日期来进行还款 那ETF我们都知道 它就是一种可以在交易所交易的基金 那美国企业债券ETF呢 就是这档基金当中呢 就是有一篮子的美国企业债券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投资美国企业债券ETF 你可能会面临的第一个风险 第一个风险就是汇率的风险 那汇率的风险呢 它就是一种汇率的波动呢 对投资人的收益产生影响的一种风险 当投资人将资金从本国货币 转换成他国货币 并且购买海外的商品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面临汇率的风险 那我举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现在购买了一档 美国上市的企业债券ETF VCLT 那这档ETF呢 是Venga这家公司所发行的 美国公司债券ETF 那在购买这档ETF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将台币转换成美元 那这东西呢 就会产生了汇率的风险 假设我们在买入这档ETF的时候呢 是一美元兑换30块钱新台币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只要用3万块钱的新台币 就可以买入1000美元的VCLT这档ETF 那假设一年之后呢 这档ETF它上升了 它价格上涨了10% 这时候呢 我们的投资市值 就会从1000美元涨到1100美元 然而这一年当中呢 我们的美元兑新台币的汇率啊 不幸的开始下跌了 一美元呢 现在只能兑换27块新台币的话呢 此时呢 就算你将11000美元的这档ETF卖出 然后换成新台币的话呢 你也只能拿到29700块钱 也就是说啊 虽然ETF的价值上升了10% 但是由于汇率的波动啊 你的投资效益啊 就会是亏损的 所以我这么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啊 汇率波动啊 它有时候可能会增加你的收益 但是呢 也有可能会抵消你的投资获利哦 那每当讲到汇率风险的时候呢 就有人问我说 那如果我买到台湾上市 以新台币计价的每股ETF的话呢 像是啊 中信美国企业债券ETF 00772B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还会有汇率的风险吗 答案就是 有的哦 只不过呢 这个汇率风险呢 是由ETF的基金经理人 来进行操作管理的 那我们投资人的话呢 就不需要直接的面对 但是呢 我们投资这档ETF 还是会有汇率的风险哦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二个风险 也就是流动性的风险 它的意思就是指啊 投资人在买卖交易的时候啊 可能会遇到的困难 就是很难进行交易啊 当市场流动性不足的时候啊 投资人将很难去交易你手中的ETF 从而导致你的投资组合的价值 和收益受到影响 那我们也是一样直接举一个例子哦 假设我们现在投资了一档 美国企业债券ETF 那这档ETF呢 是JNK 那JNK呢 它是投资美国的高收益企业债券 那我们也俗称 高收益企业债券叫做垃圾债券啊 那在投资市场正常的情况之下呢 JNK这种ETF啊 它就是非常的容易进行交易 但是呢 当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 像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 企业债券ETF 它的流动性啊 可能就会迅速的下降 因为这时候啊 大家都非常的恐慌 他们只想要将自己所有的投资市场 都给卖出 然后保留现金在身上 这时候投资市场上啊 就会形成强大的卖压 也就是说 你在投资市场上 你只找得到卖家 找不到买家 那像是JNK这种ETF啊 它就会大幅的下跌 你可以看到 它2008年那段时间啊 它总共下跌了30% 最糟的时候啊 甚至你要用低于ETF净资产的价格 去卖出你手中的ETF 才有可能会有人要买哦 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债券价格跳楼大拍卖 不过这个时候啊 你是那个非常亏的老板 而不是那些减便宜的投资者哦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三个风险 也就是信用违约风险 那信用违约风险就是指 你持有的企业债券发行者 它无法按时去支付你的利息 或者是偿还它的本金 从而导致投资者的损失的风险 那这个呢 是很多人都会忽略的一件事情哦 那我直接举一个例子 假设呢 我们现在投资了另外一档 美国企业债券ETF 它是HYG 那它也是一样是投资 美国的高收益债券 也就是垃圾债券的ETF 那在2016年的时候呢 那时候有一家公司啊 就是诺贝尔集团 也就是诺贝尔group 不是我们诺贝尔奶洞卷哦 那这家公司呢 它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困境 也就是它被怀疑去做假账 这时候呢 所有的信用评级机构啊 像是穆迪 标普 或者是惠育国际啊 都将诺贝尔集团的信用评级啊 大幅下调到负面 那什么叫做负面呢 负面的意思就是 未来一段时间内啊 它的信用评级啊 可能还会进一步的下跌 这就导致啊 这家公司 诺贝尔这家公司啊 它的股价 跟它的债券啊 都大幅的下跌 那很不幸的就是啊 持有非常大量的诺贝尔债券 这导致HYG的ETF啊 它的股价大跌 那段时间啊 它下跌了12% 所以我们在投资 这种高收益债券ETF 或是企业债券ETF的时候啊 都一定要非常注意 这些信用违约的风险哦 好那接下来 我们来介绍第四个风险 也就是内扣费用的风险 那内扣费用的意思就是指 ETF它所收取的营运成本 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总开销费用啊 那这个费用呢 是从基金的净值当中 直接扣取 所以呢你并不会发现说 你被收取了这么多的费用 那我们直接举一个例子哦 假设现在有两档ETF 他们都是追踪同一个指数 一档是AETF 另外一档是BETF 但是呢 AETF它的内扣费用只有0.1% BETF的话呢 它的内扣费用是1% 这代表说 AETF的投资人啊 他每年需要支付 相当于基金净资产 0.1%的费用 给这些机器经营人 那如果是100万来讲的话呢 就是他每年要支付1000块钱 那如果是BETF的话呢 则是要支付1万块钱哦 那假设往后20年啊 这两档ETF啊 每年都可以给予你 5%的年化报酬率 如果你是投资债券ETF的话呢 他每年给你5%的年化报酬率 就已经非常的高了 最终的话呢 AETF的话呢 他会从100万变成248万 那BETF的话呢 他只会有209万 也就是说呢 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我们付出了100%的资金 承担了100%的投资的风险 但是呢 因为内扣费用的关系呢 我们报酬啊 少了将近40万哦 所以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呢 尽量要去找那种 低内扣费用的ETF进行投资 这样子的话呢 投资收益才会全部都是我们的哦 那如果你对内扣费用非常的感冒 那你可以直接去投资像是单一的美国公债 那我有做一期影片呢 教大家如何去投资单一的美国公债 那我将这期影片的连结呢 放在下方的留言乱 好那大家可以自己钱去观看哦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五个风险 利率政策风险 那我们都知道 基准利率上升的时候呢 债券的价格啊 通常都会下跌 那利率下降的时候呢 债券价格就会上升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这是因为当利率上涨的时候啊 新发行的债券会以更高的利率 来吸引投资人来进行投资 这使得呢 市场上已经发行的低利率的债券啊 就变得相对没有那么的有吸引力 那投资人呢 就会卖出他手中的低利率债券 进而去买入新的高利率的债券 这就会导致债券的价格就会下跌哦 那这边有举一个实例哦 就像是我们2021年年底的时候啊 美国央行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呢 宣布要开始升息 这导致市场预期利率啊 将持续的走升 直到我拍片的当下 美国利率啊 从原本的接近零利率的0.25% 上升到现在啊 来到了5%的高利率啊 这导致像是00772B 这种中性高评级的公司债券ETF 它价格都暴跌了20%以上啊 所以如果你真的打算投资 美国企业债券ETF 那你就需要密切的去关注 美联储的利率决策 以及市场对利率变动的预期 然后随时去调整你的投资策略 来规避这种巨大的损失哦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自我评量的时间 你觉得美国企业债券ETF的风险 有哪几个风险是你难以接受的呢 第一个汇率风险 第二个流动性风险 第三个信用违约风险 第四个内扣费用风险 第五个利率政策的风险 那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留下你的答案分享你的看法 那以上这几个风险啊 我觉得有一个风险呢 是我们可以去控制的 那就是内扣费用的风险 那我们只要去找那种低内扣费用的ETF 那基本上啊 报酬就会都是我们的 那以上呢 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内容的话呢 别忘了点个赞再走 我们下期影片见 拜拜 中天财经频道与情同行 连种会超音升级抗通膨 美国的他们的通膨已经开始下降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人都讲说 这个通膨的问题 解决了呀 对 已经结束了 对不对 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至少减缓了 对 所以股市呢 应该不会更坏 可是我的问题是 这通膨的回积大概上 大致上已经大概解读了 三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了 可是呢 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呢 经济经济衰退的问题 现在才刚刚开始 而且是全球性 施工底加了 分析师林永年不藏私 投资心法手把手 交力把小钱变大钱 请锁定每周晚间八点 中天财经频道 张耀廷和您一千同行 我是李小玲 全球正经周报 每周六日 最新总体经济趋势 报给你知道 这个十泽水呢 变钱 就它养不起那么多大鱼 因此股票啦 房价啦 都会往下跌 无论是信用风险啦 还是资产的安全性啦 还是市场的波动度啦 都是要有话 掌握肩肉脉动 世界局势变化 我是马凯 我在全球正经周报 到来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里